好 那我們時間也差不多了 首先呢 我在這邊歡迎大家來參加 我們今天這個6354天的等待 這個紀錄片 6354 大家記得這個數字 6354天的等待這部紀錄片的適應會 這大概就是全球首映啦 全球首映 那適應會呢 那事實上我們這一部紀錄片 也是剛剛才這個導演才剛剛剪完 非常辛苦上完字幕 那事實上我們正式的放映會 是在下個禮拜638的經驗館那邊 是一個比較大比較專業的這個放映 那今天特別在這一邊 因為這個哲虎這一邊 我們有適應口碑場 對不對 我們希望讓大家看了以後 可以讓大家知道 可以讓大家知道好的書訊來這邊 那我們這部片大概11月的時候 還會帶這個桃園跟高雄的山芋書 還會這兩個地方呢 還會再去做放映 希望可以讓更多人來知道 那今天我們這個 這部紀錄片呢 我們有請到這個紀錄片的導演 柯環青 柯導演 那等一下呢 我們今天紀錄片 因為在全場大概是30 接近30分鐘 那我們放映完的時候 這個導演 就來說一下他的心路歷程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有邀請到法福的這個兩位律師 都長期的 這個對於這個人口販運議題的 長期耕耘的 這個朱邦君朱律師 還有這個順心順律師 兩位律師來做一個旅壇 來做一些回應 好 那那個我就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來看影片 我們影片看完以後 這個導演 就來做一些他的心路歷程的分享 好 那 大家看完這個半個小時的這個紀錄片 我們看他的時候 誒 說不出話 那其實也很感謝那個柯導演 他其實 他應該是偶然的機會之下 因為2018年到這個平衡先去的時候 偶然的機會才會讓步 並不是說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事情 2016年那時候 那個新聞畫面被救出來 我想大家應該對那個新聞都很有印象 但是你看2016年 就那個新聞結束了以後 我們台灣社會好像很久忘記了這件事情 不知道他會來到底怎麼樣 也 再也沒有人去關心這件事情 那 我覺得也非常感謝柯導演 他其實呢 就是把後面這段這個故事 好像最後後面 然後這個整個過程 因為大家只看到那個衝突 那一刻那個被解救的那個畫面而已 但是整個事情的起模 其實 其實台灣社會也沒有人在關心這件事情 那從這件事情 我們到底可以得到什麼樣的教學可以起司 其實 那我覺得 大家是要很值得去思考的 特別是最後那些字幕 對不對 制度上 各方面 有很多很多可以探討 那 如果我們還是先請這個 柯環境導演來說一說 他拍這部片的心路例子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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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在調整位置的時候 我就直接講這樣 這部片子比較沉重一點 所以大家看完之後 應該心情還會沒有辦法演入這樣子 對 然後 我覺得 如果說你們待會有問題想要問的話 都可以直接問 這樣可能會比較 因為我在想說 其實影片拍完還是希望說 從觀眾的反應去知道說 你們比較想要知道什麼 或是你們比較好奇什麼 或是說影片裡面哪一個部分 讓你比較有印象 或是有延續後續有什麼問題 想要去了解這樣子 然後剛剛風義有提到說 其實那是一個偶然的機會 就是 就是 當初這個新聞剛剛發生的時候 其實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其實之前我就一直有在關注移工的 移工的一些 我想 就是 跟移工有關的意思 或是說 因為那之前 其實在2016年的時候 我有就是帶著一群移工 就是教他們 不過是菲律賓的廠工 就是在那個電子工廠的廠工 有教他們 有教他們在拍片這樣子 就是希望說 可以用第一人稱自我敘事的方式去講自己的故事 所以這部影片其實主角不是我 所以身為就是 影片裡面其實我們也沒有所謂的導演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就是對我來說它就是一個集體的創作 那希望說 我當初是希望說延伸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就是可以把所謂的他者 就是我們會覺得說移工是他者 然後在主流社會裡面我們是我 所以其他人他們其實是他者 可是我希望說可以把話語權可以移到所謂的他者的身上 就是讓他們可以更有主體性的站在自己的位置去發聲 所以那時候就剛好就去招募 那其實很曲折也很坎坷啦 就是那個過程的辛苦其實很難講 我現在沒有認得要討拍的意思 我只是要說 對 我只要說 你們沒辦法去想一下有多辛苦 第一是移工 其實對他們來說來台灣要 最主要來台灣幹嘛 就是要來賺錢了 他為什麼要來學拍片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沒有什麼誘因讓他來真的來學拍片 而且他會覺得說 那我還不夠把這些時間我拿去賺錢 我幹嘛要來拍片呢 那他有什麼好處 絕對沒有好處啊 所以怎麼能夠去找得到願意來拍片的移工 真的是非常困難 那其實我當初 我就是很天真啦 其實第一次 就是那種天真的人 永遠改不了天真的個性 第一次其實針對是廠工的部分的話 其實是因為NGO組織在幫忙 所以就是很很很 也是很辛苦的 然後run過一次 然後這次的話我就想說 我 因為有點像是申請了一個科技部的計畫 然後比較像單打無鬥的方式 那當然有助理幫忙 可是就是沒有一個很龐大的團隊這樣子 那畢竟都是學生嘛 所以我就想說那我就人數少了 可以找個幾個人 然後欸 就新北啊 好像我們北部也很多移工啊 然後南部也很多移工啊 到處都是移工啊 對 可是其實就是我們現在台灣 有七十幾萬的移工欸 七十一的吧 還是對 那其實這個人數是非常的可觀的 就是他比原住民的人口數還要多啊 也比新住民的人口數比較厭 沒有 新住民比較多 新住民現在比較多是不是 大概七十 八十 對快八十 那可能是原住民的話 我記得以前是五十幾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比較多一點 對 然後所以就覺得說那試試看 可是其實招募的過程還是蠻辛苦的啦 那後來其實北部的計畫啊 後來是沒有成功的 就是在北部其實 因為我就想說那我去找那個 那個安置中心嘛 我找看看那些 就是他一定有特殊機遇的 就是他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現在打官司了 那些人會在安置中心裡面 所以他有空 他可以跟著我一起去完成這件事 有時候後來就發現說 他在安置中心的話 通常有些是因為人口搬運 或是其他特殊案件的 他可以在安置中心搬的時間 除非是人口搬運的吧 其他可能就沒有辦法搬那麼久 所以其實人口的 就是人的流動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北部的計畫其實是沒有成功的 然後後來在南部的時候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高雄人 所以就是到了高雄的時候 剛好有認識安置中心的主管 然後他就說好啊 那你可以來招募啊 就是他還滿願意的 那我去做這件事的 那去招募的時候 剛開始也是 哇好多人喔 反正就把安置在那邊的人都叫下來 可是後來真的願意跟著我派的人 當然是沒有幾位 而且很多人後來都離開安置中心 可能找到工作啦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反正就不在安置中心了 所以後來留下來就是 Rohaio跟另外一位 叫Reyante 那Rohaio的話 所以我覺得他的個性就是 他答應你做什麼事 他就會做到 他就是那種個性的人 所以就是當我在跟他相處的過程 我比較能夠去理解說 就是說為什麼 因為以前我覺得還沒有 還不認識他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新聞 我會很納悶的說 怎麼會十幾年怎麼可能會有這種事 就十幾年你都沒辦法出來 怎麼可能 就像我們這種個性的人 早就不知道衝到哪裡去了 就會覺得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就很難很非常難去理解 那另外一點是就是 所以第一次我就是去招募的時候 我一直都有帶著一個印尼的翻譯 但那個翻譯是已經跟著我很久了 我們大概從五、六年前 我們就因為有在關注移工的議題 然後包括遠洋的移工 其實我有在關注 就是做一些田野 所以他以前就跟著我大概就是 我們其實很習慣 就合作的默契還蠻好的 那我們去招募的時候 然後我的就是Rohaio 他看到了我的印尼的翻譯 他就說我知道你 我認識你這樣子 然後我才知道說 原來原來 因為我的翻譯 他就是曾經在法院 出庭的時候有幫忙去翻譯過 可是我的翻譯其實沒有看到Rohaio 因為他是被 他被保護 所以其實他可以看得到 法庭的所有的人 可是我的翻譯是看不到他的 所以他就說我知道你 我在法院有看過你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說 這個人是誰 後來已經 對 才知道原來他就是那個人 我當場其實有點嚇到這樣子 我就想說 原來就是新聞裡面的主角 就是在這個地方 對 然後我就非常好奇 很想知道到底在他身上 就是他的 他到底什麼 就是這段人生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對 然後就因為這樣的機會 後來他 因為他就是比較幸運的一點 是因為人口販運的案子 還有就是他比較特殊的案子 所以可以可以工作 他就不是做看護 他可以去 他可以去就是對 就是像那種餐廳裡面去工作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他也有比較穩定的休假的時間 一個月可能譬如說 你可以放假設 他沒有說很固定 譬如說六天或八天好了 那他有固定休假的時間的話 我就會提前跟他約 所以透過這種方式 就是先慢慢去梳理他的生命故事 然後在那過程你才會 其實因為他要透過翻譯 所以就是有時候很多事情 其實是問了好多次 一次、兩次、三次 就是一直不斷地問 因為剛開始的時候 那個太龐雜的故事 到開始是很難去釐清的 那後來就是這樣慢慢慢慢問 就比較清楚他的生命故事 所以整個過程是這樣子來的 那我就是 我不知道當時有多少人 曾經看過這個新聞 那當初在拍這個片的時候 其實我也想到說 我這個好像在 有點在打臉我們的政府 但是我覺得像這樣人權的議題 其實是很需要被知道的 那就像剛剛楓毅講的 就是新聞發生了 然後過了之後 其實沒有人知道他 他到底怎麼一回事 然後也沒有人會去知道說 他現在怎麼樣的 對,就是很耐聽的新聞過了就過了 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透過他自己去講他的生命故事的時候 其實我才會慢慢去體會 就是能夠去同理啦 然後知道說在他身上發生了怎麼樣的故事 所以我們的影片全部從頭到尾 我就是讓他們用寫龐胖的方式 所以跟一般我們自己就是拍紀錄片 是不一樣的 就是希望說他就是 就是用他自己的視角去繳他自己的生命故事 對,所以 但是這樣其實在影片處理上 也相對來說其實也還滿困難的 所以也是要很謝謝就是我的團隊裡面 大家很多人的幫忙 所以才能夠讓這個影片可以這樣子完成 對 那我講了多久了 繼續講 那可以繼續講 當然 我不知道你們現在比較好奇的是哪個面向的 或者是 那個在印尼的時候是他拍嗎 印尼的畫面 這個其實很有趣 就是剛好我在應該是2010年的時候 我有去過印尼這樣子 那時候是跟著那種社區大學去的 可是去的時候其實我沒有想到說 我拍攝素材有一天我會用上 就是這樣 對,我覺得人生就拍紀錄片是這樣子 對,你想像十年前你拍了素材 結果有一天你居然就用上 就是那種事情也是很難說的 有可能搞不好我二十年前 如果我二十年前有在拍的話 就是那時候的影片有可能哪一天會用上 也不一定 其實就很 就是很恰巧這樣子的一個機緣 那當初去印尼的時候 我其實拍了很多 那時候其實也不太知道說 欸,我到底這些素材了 因為每天都參觀不同的機構 就是說去看那些咖啡農啊 或者是去其他什麼地方 甚至還有去那個就是發生海嘯的地方 然後那叫亞齒 對,其實你沒辦法去真的建構什麼樣的故事 你是沒有想到說 欸,就回來之後 再處理這部影片的時候 發現有些素材就剛好用得上 對,所以就很湊巧這樣子 然後裡面還有一些 比如說蓋房子的 其實那不是我拍的 那有些譬如說柔愛又她的家人的照片啊 那些就是 因為現在有手機了 所以會請她的家人就傳給她 可能畫質沒有很好 有時候是掛在牆上 然後就會翻拍或怎麼樣 所以畫質沒有很好 但是我覺得 因為你能夠看她家人的樣子 或是能夠看到那些照片 其實就即便她可能說 欸,品質不是很好 可是她是非常真實的 而且就是那種第一手的資料 所以我覺得她是很珍貴 那有一個是蓋房子的 蓋房子的 因為你如果在台灣拍蓋房子 覺得長得不是這樣子 所以蓋房子 她不是有說欸,她開始蓋房子嗎 那那個影像其實是我認識的 另外一個印尼的遠洋的漁工 因為她跟我很熟 她每年就是她每半年都會回台灣一次 然後她都會每半年回來 我就會跟她見面一次就對了 然後她就把她拍攝 因為她現在也在蓋她家裡的房子 大概一兩年前就開始蓋了 現在已經蓋得快好了 然後就剛好有那樣子的影像 我就覺得欸,剛剛好就可以用得上 因為印尼人蓋他們的房子 跟蓋我們的房子是長得不一樣的 包括人都是都不一樣 所以有些不容易重建的畫面是 就是想辦法 因為裡面有中間一大份 其實都是需要去做畫面重建的部分 因為她比較 就是我們會比較好奇是 她在豆腐工廠發生什麼事 可是那個豆腐工廠其實是 我不可能再去吧 我會被打死啦 對不對 他們其實非常警覺 那其實我們有拍一些啦 就像外觀 可是我們不可能進去到豆腐工廠裡面 那家豆腐工廠在高雄的岡山 所以我的學生其實他們有去那邊就說 我們是來做演演,我們做功課的 然後就拍了一些畫面 是用這種方式 那學生看起來比較無害 對 如果我去的話 我可能就直接被趕出來了 就直接 因為他們就說 在附近就已經有一個阿伯 就會說 欸,你們是來幹什麼的 就已經開始在那邊 我就非常的警戒 所以是 因為學生看起來比較無害這樣子 所以他們就可以拍一些 在外面的那種畫面 那拍回去之後就給羅娅又看 然後他就說 對對對 然後就是這種貨車啊 就是這個車子進來的時候 就是只有那個時間點 所以警察 那會算攻堅吧 警察那個叫什麼 破門而入嗎 搜索 搜索,對 就是他進去的時間點 就是剛好那個貨車司機 他開門進去的時間 所以他們其實一大早就去那邊等了 然後一直等等等 所以等很久 然後聽說 就是我後來有問 就是那天跟著去的翻譯 因為也是剛好因緣湊巧 反正就遇到 然後他說 他也是前天才被通知 而且什麼都不能說 然後隔天就是在哪邊集合 集合之後就到那邊去 然後就開始在那邊stand by 然後等了很久 等了好幾個小時 後來就時間到了 然後就大家就全部一窩蜂就衝進去了 所以那個其實還蠻刺激 他說他也是非常害怕 他對 他可能自己都很害怕 那種場面 對他來說 一個翻譯 然後就是跟著警察 然後就直接這樣子 衝進去那個豆腐工廠 對 所以就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我會覺得 說一下就是豆腐工廠的部分 其實後來就是找其他豆腐工廠幫忙 就是對 沒關係 回去原來那一家 然後就拍一些素材 然後就跟他說 欸你做的 我們當然有先去試拍一些畫面 然後給他看 然後問Royal說 欸 這些跟你之前做的有沒有一樣 他就會說 對對對 什麼什麼 他就會跟我們說 大概是不是 是怎樣的一個工作的狀態 所以就是盡量去還原到真實的 當時的工作的那個狀態這樣子 對 所以大概的過程度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比較 就是他的 他其實很辛酸很可憐的是 其實有些東西 對 我們是想要盡量幫他 把他那個 就是把他的那個很遭遇到 那麼坎坷的處境去把它呈現出來 所以有盡量想要去做這件事 但是我自己很清楚的知道說 他所承受的痛苦跟煎熬 絕對是比影片 撐上可能一百倍或是一千倍 這麼的強大這樣子 然後他其實是一個心理素質很高的人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他會過得特別辛苦 也就是說 老闆覺得他很好用 我自己有發現 他就是一個很好用的人 你知道嗎 就是他一個人 可能可以做兩個人或三個人的工作 所以後來老闆出國的時候 就會把工作丟給他 然後其他有些人 其實他們沒辦法承受這麼大的 或者工作的路後 可是他就是可以 所以他就會一直被留住 所以有時候人是 一直說人不能 不能太能幹嗎 對 他就是太能幹了 所以就永遠走不了 就永遠走不了了 其他人可能還有機會走 他就是一直都走不掉 然後後來他去 他去出來外面之後 在那個餐廳也是 就是只要他在 然後最後他收工 他最晚 譬如說晚上到10點 他收10晚 就是老闆都可以很放心 就是那種可以讓人家很放心的 然後我 譬如說我們吃東西的時候 我也會發現 對 因為我也會觀察 譬如說 因為他們不能吃豬肉 所以我們都會點 豬肉以外的東西 那有時候會剛好接近中午 所以譬如說我們買 油雞飯好了 就是那種三寶飯 然後有油雞的 就不要三寶 就不要豬肉這樣 然後他會把飯全部都吃完之後 他才開始吃雞肉 他是那種的人 這有沒有人跟他一樣的 有嗎 對 可是我不會 我就覺得不是應該一口飯 然後一塊肉這樣子嗎 不是 他飯全部吃完了 然後他才開始吃肉 那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就覺得他 他的個性吧 他就覺得說 先苦後乾乾 可是有這樣的個性 所以就會一直忍 一直忍 就是可以忍耐的人 你知道嗎 就是他忍耐的限度 是比一般人還要高 所以才會 才會有這樣的狀況 保險 就是我自己的 就是對於他的理解 跟認識 是這樣子 對 所以有沒有其他 但是影片我覺得能夠處理 我能夠處理的 就是大概這樣的片場 就是如果要爭掉片場 我覺得太辛苦了 所以影片的片場 大概就是 目前能夠處理就是 就是這樣的片場 對 然後 就是要稍微做解釋一下 不然會覺得說 欸 這個紀錄片怎麼都一直在 都是他在講話的 其實就是 我就覺得應該就是要讓他講話 對 因為我覺得我們在 就是台灣 我們主導 我們自己的主流社會 我們講太多了 就是應該 留點空間給一公講話 所以整部影片 其實就是讓他用 異人生的方式去說他自己的故事 這樣子 對 可以了嗎 可以了嗎 好 沒關係 等一下如果有問題我們 這個燈點會律師長來的時候 我們有一些可以做的 可以做的 那 我們接下來就是先請 那是肩尾你們有沒有什麼特別 如果 如果可以去 沒有 沒有 簽律師 我自己是覺得 因為後來我去看判決 判決書 就是最後一個 其實其他沒有辦法 我覺得看那個實在很累 我就覺得法律人好厲害 我就看那些東西 然後就覺得 一句話可以寫很白話 然後就繞好大一圈 這樣子 可是反正就是他在講的重點 大概你就是抓重點 我就覺得 其實 我會覺得 我看的是最後一個判決 就是民事的部分 因為其實對他來說 他最在意 他會留在台灣 其實就是民事官司 因為他希望可以拿到加班費 對 但是就是後來都沒有 因為 對 就是完全沒有拿到 所以他才會這麼的失望 這樣 然後 我 我剛剛說 我看了判決書 我會覺得 蛤 沒有 沒有 對 超扯的 民事行事都沒有 但是 但這不是特例子 對 然後 檢察官只要去 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那個法官的判決 我也很不能夠認同 就是他有一些說法 我覺得 我只能用故事人間煙火來說 對 我覺得如果 如果是他 如果他是他的主經 我不相信他會說出這樣話 他說 他裡面有一句 他有講 就是有說他有證人 譬如他找工廠面的事情 然後說 曾經有看過他跟他的另外一個同伴 騎腳踏車到附近的雜貨點過 所以這不算是拘警 他這樣說 我想說 不會吧 我如果是在監獄裡面 我可能都還可以放工 然後我都還可以到外面的那個什麼 就是到其他的工廠 對啊 你都還可以離開那些地方 對 而且都 我覺得即便那件事是真的話 他 其實我還是不能夠認同法官的說法 因為我們 你看我們如果出國去打工 誰 誰會只能在方圓 譬如說 一公里以內的地方活動 然後我認識的那些菲律賓的移工好了 他們就是在南部 他們就想要去來看台北101啊 他們也是到處趴趴走 然後有說 你都沒有出過門的 他是真的沒有出過門啊 其實假如說 如果算是出門的話 就是我一出門 可是我不知道 就是說 他是說 欸有證人這樣子說啦 對 可是反正我是覺得 我對於他 對於我看了判決書以後 我是非常不夠認同法官的 就是我會覺得說 那如果是你的願意嗎 我就是只能讓你14年 然後你 假設你真的有騎腳車出去過 然後你就是只能到附近的 然後騎到什麼地方 你都沒有去過 那你願意嗎 這不是 你還是沒有人生自由啊 我完全不能夠 就是不能夠理解 把官道的詳細 你們這 有哪一個人 這一個月 你在也沒有出 沒有就是離開過 你家方園一公里 外的地方 這怎麼可能 然後家裡也不能夠出去 這怎麼可能 對 所以我不能夠理解 法官道的詳細 然後會做出這樣的判決 好 交給律師 好 我們謝謝那個 這位看導演 他剛才的敘述 他剛才很自嫌 他剛才說 這部片沒有導演 就是 讓那個 讓他 這個移工他來自嫌 來敘述 那 所以你也看到 其實這個 柯蘭謙導演 他的用心 我剛才說 他一開始的計畫 其實我之前都知道他的計畫 就是要去 去讓移工 自己學會怎麼拍 這個就非常不容易 然後從北部 然後 後來到高雄去 才 真的是不小心遇到他 其實如果大家 他沒有講這一段 大家會以為這部片是 是柯導演看到這個新聞 然後去追蹤 然後去把它發出來 其實完全不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也等於是說 這部片會出現 其實是因為 一開始這個 柯導演他起心動念 就是說 我應該有個計畫 可以培養這些狀態 自己說故事 是這樣子 然後在第二年 才在高雄的Fu中去遇到 那有 我覺得這個 其實那剛才這個 這位移工 他能夠再高雄遇到 他我覺得也真的是一年 其實為什麼 因為他因為後續的法律的訴訟 他才會在台灣待這麼長的時間 從16年被援救 一直到 他事實上是2019年的下半年才離開 八月才離開 所以你看這個訴訟 這個這麼長的時間 然後剛好在2018年遇到 所以我覺得阿翔是不是命運中要註定 柯導演要遇到他去把這個事情做出來 欸 對不對 所以這個 欸 我覺得真的是 就是音樂橋 真的 因為之前那個 這個柯導演他在 要做這個的時候我就知道 所以說就是要寫 就是說 培養這個 引動自己的那個蓄勢能力 那那個 我那時候就已經知道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這剛好可能欸 剛好真的 然後遇到這一個片拍出來 老實說這部片 那個時候 剪很短拍出來的時候 我那時候我就說 這個會一定 那個剪出來一定要來 要公開放 阿翔 阿翔 導演就會覺得阿 這短短在幹嘛 這樣子 但我覺得這個是很珍貴的 要讓大家知道 這樣子 好 那我們接下來 請這個 我們法律福度基金會的兩位律師 其實這個 他的訴訟呢 到我們民事行事的訴訟 其實都有法律的律師協助 其實這個拍這部片的過程 其實 課長也有聯絡到他的訴訟律師 也有 有通過法律 來閒諾到 誒那是哪位律師 當然他沒有在這個片裡面 他已經那個脈絡了 那我們先請這個 朱方君 朱律師 來各位朋友 大家晚安 今天有這個榮幸 可以來第一手看到 柯導演的作品 大家還有一個團 就是整個團隊 覺得很榮幸 那昨天呢 因為我為了參加這個座談的關係 已經偷偷更早也要了他之前 就是他其實這兩天才剪出來的 那我就拿到 先拿到版本 跟今天唯一一個關鍵 對我來講關鍵性的差別就是 我沒有看到最後判決的自我 等一下聳律師也會跟大家分享 我想他的想法跟我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對於這個判決的結果 並不會很驚訝 但是非常非常的失望 本來我看到這個片 這樣子的一個鋪陳跟內容 我很想要 我就在想說他的法律出眾 不知道怎麼了 然後今天 我很希望這個案件可以成立 那看起來對我來講 他也是一個算是蠻典型的 然後又博學的案子 可是沒想到 最後還是很遺憾的 跟我們碰到很多大部分的案件一樣 就是一個無罪的結果 那我自己碰到 我可以下一張 我這裡只有很簡單的幾張 那個圖片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在場 不知道很多朋友 其實也是在局部工作 所以這個view 其實也許比較清楚 大概跟現場的 如果您不是在這個領域 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就是在台灣的 如果到2019年底 這個適應所統計 我們的移工已經有71萬人 接近72萬人的 那大家大概可以想見 大概就是印尼、越南、菲律賓、泰國 就這四國為主 我一直都不知道 為什麼有一個馬來西亞的 然後他就一直都在那邊 我看了好幾個統計 他就是那一個 那其他的就是我們最常見的 這幾個國家的朋友 往下一張 那如果要以產業來看 大家可以有一個概念 就是製造業佔六成 那之前 像我在 我跟軍眾協會合作 那個HTC的案件 大家也許新聞也有看到 就是大量資險的問題 那個雖然不是很犯人 但是那就是 辛亥老權的一個案件 那我們現在看 看護工就是佔約四成 家裡幫佣是非常少的 在我們 因為我們自己政策的關係 所以就直到一趴這樣 下一張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點 很基本的概念 就是說 人口販運期它分三種 一個就是性剝削 一個是腦力剝削 一個是器官摘取 那器官摘取 目前我自己是沒有控到 聽說過什麼具體的案例 大部分大家可以想 聽說的都是發生在國外比較多 那在台灣大概就是 性剝削跟腦力剝削是比較多的 可是沉醉真的很不容易 下一張 這個法條很堅塞 但是我只想給大家有個概念 就是看一下 到底什麼樣子的案件 我們會說它是人口販運 就是人口販運 防治法第二條的規定 這個條文連對於司法工作 實在講都很困難 很長 然後不仔細 不把它拆一下 還不知道在講什麼 簡單的說 第一個就是你要有一個意圖使人 從事性交易 或是勞動跟報酬不相當的工作 或是摘取他人的習慣 那因為今天案件 其實應該算是勞理過去 所以我就把勞理過去的部分 把它翻 把它翻紅起來 那第一個大家可以自己想一下 請問你覺得什麼叫做 勞動跟報酬不相當 像我們影片裡面的當事人 他一天可以工作十幾個小時 我合理的猜想 他有說他賺多少錢 麻煩給他多少錢 他其實都有照基本工資給 照到基本工資 一個人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 全年募休 只休過年 過年還沒有休啊 他那個被老闆抓去買東西 他們有說 這樣子你覺得賺多少錢 合理 用什麼人的標準合理 有些朋友會覺得 他在印尼賺不了那麼多啊 所以他一個月賺了兩萬塊 好像已經很多啦 如果以印尼的 假設他住的地方的物價水準來說 那通常這些移工 我們看到這幾個國家 他們當然也有他們的大城市 也還有很富裕的人 但是會來台灣做這樣哪裡的工作 大概也不是太有錢的人 大家可以想見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 問一下自己 你覺得怎麼樣是要做 報酬協助相當 用誰的標準 下一個問題 下一個要件是 你要有強暴、脅迫、恐嚇、拘禁、監控等等 各種方法 然後要獲得比較稍微 沒那麼強度沒那麼強的 有庫章債務約束、扣留重要文件 這個最常見就是扣著你的旅行文件 護照啊、居留證都不還給你 所以要跑去哪兒 這個剛剛的判決我可以猜測 大概就是法院會認為說 他在影片裡面他有沒有手機 他後來有手機 你可不可以聯絡別人 可能可以喔 另外他可不可以出門 只要有證人說 有他曾經出門過 那讓他去大賣場也可以跑啊 就是這一些朋友常常見到是 我們的法院會這樣子去做一些認定 所以最後我就是無尊 我想等一下說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像我之前有一些案件 我之前有個當事人跟他狀況蠻像的 他是柬埔寨人 然後他在天母一個有錢的老闆家 他本來以為 對他就是知道他是來工作的 可是他就到了那個天母 中介在著他 到了天母的那個有錢的老闆家 就做工作了七、八年 一樣全年無休 就當長工一樣齁 就像其實以前的長工就是 跟奴隸也差不多啦 你也不能離開我家 我叫你做什麼做什麼 24小時都是uncle 我叫你做事做做事 他就這樣子生活了七、八年 終於他可不可以出門 可以喔 他可以去倒垃圾 他有沒有去幫僱主辦一點 買一點東西 辦一點什麼事 有 那後來這個案件 透過移民署的協助 到了檢察官手上 檢察官就跟那個僱主講說 你這個喔 有人口翻譯罪的問題 你要不要好好跟當事人和解 談一談 那誰不怕管 有錢的人更怕管 對不對 我有錢可以花 我怎麼樣管在牢裡呢 後來這個僱主 是真的有跟我這個當事人和解 他有拿到幾十萬 但是坦白說 以我的計算 那個四十萬塊 也根本不值他這個 不到他這個七、八年青春 還有這麼多勞動付出的一小部分 可是無論如何當事人他 他願 反正後來講一講 當事人願意接受 他也拿了錢 就 還好他就可以離開了 坦白說 作為一個律師 我們都很實際 如果我當事人能夠拿到一筆錢 那他可以接受這個金額 我會選他可以接受 因為我不知道後面實施盤 會長怎樣 上了民事法院 拿不拿得到錢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很難證明他工作的時間 尤其是我剛剛那個當事人 就是只有他一個人 那像我們片中的主角 他在工廠 請問有誰會出來替他作證 其實我看完片子之後 我的 我不知道大家心裡的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我的第一個反應是 我看到那個警方 霍霍的那一段影片的時候 原來這個工廠的人這麼遠 可是為什麼他可以在這邊 背索了十七年 沒有人幫他出去 也許他後來警方接獲 也許就是他們工廠的人 我不知道 這個是一個蠻大的可能性 但是他現在已經在那邊十幾年了 我覺得很 我覺得很錯愕 就是那個人的 在缺乏同意的某些時候 你也覺得很毛骨 什麼呢 對我來講是這樣有的時候 那當然也許他的同事 不一定很清楚他的狀況 以為他是合法以為 他是情感情願 但是以他工作的狀況我覺得 就是 我覺得這裡讓我覺得有點難接受 好 然後再來第三個要件就是 你要實際上真的使這個人做了 他要有一個人流暑值 招募買賣 執押日送交付收受藏禮 融流等等的 這就是法律用語啦 以這些方法 讓被害人從事性交易 勞動與報酬 顯不相當的工作或摘取器官 這個就是我發現的條件 其實很複雜 而且要證明的事情很多 但是這些移工 他被 這些被害人 他不一定是移工嗎 這些只是移工很容易成為被害人 但他們被卡在 就是在他們這個工作的情境底下 要怎麼樣去證明這些事情 其實都還滿困難的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移工他成熟他過去的事情 但是在法官的時候呢 這個被告那邊散 你會找來他自己的證人 他的老公等等的 來做一些不同的說明 所以案件的成立就變得困難 好 下一條 這個圖片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其實剛剛主角在片中他有講了 當初他就是去找了人力中介嘛 叫牛頭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叫牛頭 然後 常常他們是借錢來的 然後呢 他看起來 我不知道他們借錢 可是反正他還是交了一筆錢 待會兒都可以補充 他們一定是 譬如說牛頭是 牛頭是 牛頭是 我覺得是層層剝削啦 先牛頭他會去 就是很多村落 包括遠養 餘工也是一樣 就是有牛頭就跟你說 有點像前客這樣子 然後跟你說 欸 欸 我可以幫你找工作 然後帶了他 可能就去大都市 對 雅家達或什麼地方 然後就去仲介公司這樣子 對 所以牛頭很多 然後有分嘛 譬如說遠養的話 他因為他就是 他就是沒錢的人 沒錢的人 所以現在我覺得 其實對我來說 遠養餘工也是 我覺得那個是 人工環境 對 因為他們是境外富有 對 然後如果像這種的話 基本上都要交 先交五六千塊的 那個美金才會來 所以這些人 其實他們是有先 準備一筆錢的 那沒錢他就帶你去 當地公司借 借了之後呢 再把它轉給台灣 用高利去借 一年大概 我之前做案件 大概四五十趴的利息 就是他號稱是月曆兩趴 就是二十四趴 這樣已經超過台灣二十趴的上限了 還不剩一大堆違約金手續費 會 他利用會茶去賺錢 所以簡單的說 就是要到四五十趴的年利息 好下一張 好 那後面比較法律的東西 像廠工的話至少還是用老基法 可是像康護工跟房優 在現在台灣的法治底下 他們不是用老基法 他裡的也不是最低工資 一個月就是一萬七 很少耶 不覺得很少 但是目前的契約就是大致上長這樣 好 那這個案例我想 因為我時間應該差不多用完了 那等一下送日式都會共同非常愛你 好 謝謝 不好意思我先補充一下 那你也會 就是他剛提到的 律師剛提到的部分的話 他有手機其實是後來他拜託 他拜託工廠裡面的司機去幫他偷偷買的 就是好多年了 所以其實因為他一直就覺得沒有手機 而且只能打那種室內的電話 基本上就是完全被控制了 對 但後來才偷偷 就過了很多年之後 所以他才說他第一次看到他女兒的時候 才發現我女兒已經這麼大 原來已經過了很多年了 對 然後剛剛有一個 我忘記我要講什麼 因為剛好女兒不知道 但是我忘記了 所以待會我想到我在補充這樣 可是他來的時候的 他有被說成 他其實後來就被爆成逃逸外擾 所以黑工不這樣來 他就是就是雇主他不希望你在 就是說他就說你逃逸嘛 那我之後就沒有跟你沒有不用的關係了 所以後面當黑工那一段經歷是這樣子 好 好 各位關心這個議題呢 大家好 大家好 導演好 我是那個訪問導演分會的那個 詹姆律師 那今天看到導演這個影片 其實勾起了很多的回憶 有時候當時的面談是沒有畫面 就是畫面自己想像 但是今天又看到導演的這個影片 真的是又勾起了很多的回憶 那其實在我們服務的個案當 釋法院這個也可以有很多的議題在 我們先不管司法 因為講到司法的結論這一點來說 真的是太難過了 因為人工發言的案件在書上會成立 他有很多的因素 導致他沒有辦法成罪 最大的一個因素是 其實很多的勞工 我們吃外的朋友 他沒有辦法真正的得到證據 因為你是一個人生地不熟 你是一個在這麼畫文化 講語言不通文化不通的一個環境裡面 你真的要有人挺身而出 放你在法庭上 法庭上來做這個證據 不容易 第二個當然也是我們的 反調過程要件的一個 我不敢說有 我覺得不好用 那當然最後也會關係到說 法官他怎麼看待這個條文 那他們最後 還有在背後制度裡頭問題 那 阿倫在這部片子裡面 我覺得也有很多的意思 因為我第一個看到那個工廠 我就覺得很害怕 因為工廠他帶了很多 我們來我們這邊的人 真的很多在工廠裡面是 在我面前 就是段手段都很多 那再來 他當然也有加班的問題 還有超時工作的問題 這個又跟我們的制度 非常的有關係 來到我們這邊的一個勞工 他如果是單純的搶工 那可能還好 如果他真的是有按時打卡的 那個都還好說 可是呢 他如果是幫佑 他如果是看護工 那可能 他可能就是這樣的一個 一個二四小 可能是二四小的待命的工作 可能是一個他 他在一個私裡面裡面 就是促進工作的一個狀態 那麼我先來講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 下一張下一張 下一張下一張 其實呢 在我們的一個國家的一個政策底下 我們一定是把最危險的 大概一個外國人來我們工作 我們把它叫做客工政策 大概應該是講客工 就是你是來做客的 那你是來做客的話 你大概居留的期間 大概只有十二年 那十二年過後 你大概就是結案醫生 你就要回到你的路過 但是十二年當中 你可能有沒有辦法說 把你的孩子 搬的親人 結婚來這裡 沒有辦法 你就是結案醫生在這裡工作 那在我們的這個政策底下 我們一定是把最危險的 這兩張最辛苦的工作 交給我們的外國人 不是只強工 這是一個政策的問題 因為這自己程的工作 沒有那些人願意做 所以就有這樣的一個方法 把他引進過來 可是引進過來做了一個 最底層的工作 但是我們給了這些外國人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環境 什麼樣的一個工作的一個環境 我知道 但是在我從事這個工作以後 我大概知道 你幫我一下一下 這大概就是 這個就是我的當事的人 那我們就 有過去三個這樣 大概我們就放過去就好 這大概就是 就是我的當事人 其實我不曉得 我的基督上是誰 我也知道說 為什麼 為什麼 我都這麼慘 那我們可能為了要 我們也為了要幫他搜證 我們也可能要像老爺 你要不要去口腸 外面 可能要 最多是說他的 同工廠的朋友 好嗎 我們拍一些照片 讓我們去房源當時的狀況 但是也好險 他們 也不能說好險 也可能是因為他們 這麼嚴重的一個受傷 所以在 有的是這樣 19G之後 通常如果這個嚴重會通到老檢 老檢查會有現況到處 這個是非常好架在這地方 讓他在這樣的案件 可能到了私房上面 這個是永久的案件 這個應該會有看 但是判得怎麼樣 那有此命懷口 但是起碼他的痛苦 他的躁鬱 他的委屈 會很非看見 這個是他長功 還算 我不知道該怎麼去行動 他但是好險 他還有見光明的 要來一天 好 那大家都知道 後來我在閱讀一些 因為辦這樣的案子當中 我們閱讀了一些幫忙工作才知道 其實我們台灣的這個 老公的工廠的這個箱子裡 他是全世界大概是屬一屬二的 屬一屬二的 你知道 背後的原因 不外呼吸什麼 不外呼 這些勞工進來的時候 他們是沒有出過之前的教育訓練 再來 他們來到台灣之後 因為語言文化的後 他們沒有辦法真的在職場上 學著他們的 如何保護自己的技能 我指定在那個工廠裡面 真實在裡 這個工廠裡面大概有 你想的大國籍的外部節目 他都有 他是一個很大的工廠 所以他們怎麼樣傳承 他們的經驗 都是傳承的 越南的可以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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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的人 你說在這樣的一個 經驗的一個傳承當中 他怎麼樣學習到 這些專業的出行 就是說不要說專業 我們只要說保護自己 勞工職電安全衛生 他如何學習得到 不知道 甚至這些怎麼傳承 甚至傳承可能 就是一個台灣的一個員工 他可能就是做一個示範的動作 就示範給這些外籍勞工 跟著做跟著做跟著做 可是沒有人從來沒有人去監督 這個環節那個事件當中 有沒有真正注意到你的職電安全 所以無論出事率大概是世界第一 那好 我們現在用了這樣的一個外國人 來替代我們的勞動力 但是我們卻盟用給他一個相對應的 這個保護的一個支出 甚至在工廠裡面 我覺得以聽眾主講 真的還算是運好 我不要他 因為我看到很多機器 我看了這些機器 有時候我就想到說他有沒有 按照能法令給他一定的 保護的措施 但其實常常是沒有的 因為我必須要這樣講 你要付出一個保護的措施 你要付出成分 你要付出一些東西 可是企業最在意的是什麼 錢 所以我們大家就知道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的加尼泰文物或是巴尼泰文物 他們的可能下一個月 下一個月 這個後來也是我們看到 這個包容則的包容 就知道說其實真的 我們的出事率是世界第一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 我們再下一張 下一張 下一張 好 我們就停在下面 好 那麼我們的加尼泰文物 真的會比較好嗎 好 我們的外景當中真的會比較好嗎 那我必須說 在我們現在是一個 照護是一個私人化的 在一個私人密閉的一個空間裡面 我必須說 你在公開的一個場合 你在一個外面的一個照護的機構 如果你想要違法的話 可能你還要閉一下 因為這個是公開的場合 可是在你一個私人密閉當中 真的很多事情 在私人密閉當中 是沒有辦法有一個監督的支持在你 我想請問更多 一個家庭看護工 他都被批發家庭裡面去工作 你覺得他有幾個部署 你有沒有覺得他有幾個部署 我承承告訴各位 他們一家都是附屬 你可能覺得很不能想像 但是這就是實際的狀況 少懷是不是 今天你照顧爺爺 他的奶奶是一起照顧的 這個是有看的 爺爺照顧奶奶也照顧 誒這樣工資怎麼算 這算兩個還是算一個人 這算兩個還是算一個人 然後半月為什麼沒有辦法承醉 沒有啦 這算一個人 雇主大概是給他一個人的 那想想看 我們這個制度裡面 我們這個制度裡面 家庭幫我們剛剛出律學的時候 它是不適用牢基法的 在很久遠的年代 就是1584年 現在比較好是17年 可是這個1584年 我們在家裡 一家都是雇主嘛 所以你想要多少 你都可以請他幫忙嗎 他都必須要幫忙 為什麼他不敢不幫忙啊 我們是不能自由轉換雇主的 外國人是不能自由轉換雇主的 那他來了這邊 剛剛有提到 他付了很多的中介費 有同事的中介費啊 他能夠跟你說不嗎 他能夠跟你說不嗎 他能夠拒絕爺爺奶奶奶 哥哥弟弟妹妹的要求嗎 我以前有個同事 我們開玩笑他說 他自從辦過臉口翻到案件之後 他回家都不敢叫外國人 幫他報人家 他不敢 他因為他知道這樣是不對的 我們常說 台灣最美麗的公主是人 是我們常常在這些外國朋友的身上 我們看到的真的是很多點就 不知道怎麼講 製作的問題也有 但是我們可能作為一個 雇主的心態 也是有需要被調整 被調整的地方 好 那麼這陸上他們就是沒有勞基法啊 所以呢 因為瓦斯里心靈可以怎麼用 就怎麼用啊 也不會有 應該也不會有人來干涉你嘛 就在你家而已啊 很開心嗎 很少會有勞基人上門來檢查說 你其他的外國做得怎麼樣 不足的沒有虐待你應該不太可以吧 所以啦 你早上又晚上用嘛 他說他這個主角他從六點多到 公尺大概是超過十二個小時吧 嗯 這個很容易想像啊 好 就等七個家庭開幕 我沒有人會上門來檢查 好 我就是付15840 而已 我沒有付加班費 我想到怎麼用就怎麼用 我覺得好像還蠻蠻好的人心 好 可是我們到底都不可以這樣做 我們這次就可不可以這樣設計 可是目前很抱歉 只是這麼多時間 好 這個就是 我在 我在我的案件當中 例如導演的那個影片當中 我都說 我都說 想辦法我所親愛的一個案件 我很謝謝導演 我們把一些 一些異動力的處境 排除了 但是我也相信 真的還有更多 其實我們沒有遺忘這些 沒有遺忘這一些受禮的外國人 可是我們要去回想的是說 我們的制度 制度是不是真的 我們的制度是不是一個健全的制度 我們的制度是不是利用 然後我們再去進入一個弱點 然後 然後來上昇一些 有些人的一些 的戲過文區的地方 這就是我還要分享的 謝謝 大家有什麼 我們先收集幾個問題 我們先收集三個問題 好 我們先收集這兩個問題 好 我那個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想要請教導演 在那個影片中 就是 似乎沒有看到主角 怎麼去評價他的故事 這一點我有一點 結果沒有特 就是他只有 他很平穩的去描述 可是我覺得 這個十多年 他到底怎麼去評價他的故事 這部分好像在影片中沒有看到 那我想要請教導演 那個律師剛剛有提到 那個前不代的那個案子 我很好奇就是說 欸有些法官 願意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起碼 移工有得到四十萬的賠償 可是導演的這部片子 那個法官 沒有用那個方式 讓這個移工可以得到那些賠償 那這個差別是在那裡 謝謝 還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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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工的生活狀況 我不知道有沒有 特別像是 廠工的語言 可能比較不同 所以 也會發生難以窮出的情況 然後可能像家庭 房庸的話 會 語言比較多 那可能 比較容易學習到 我們台灣的語言 然後可能 在外面 比較容易了解台灣的文化 所以 大概比較不會有 類似實際上拘禁的情況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 延續上一個問題 問一下 傳承傳 在律師上 那個 Gothian這裡面說 難以窮出的狀況 不知道會不會去 考量他 可能 語言文化不通 然後 主觀上 對台灣的環境 有錯誤的認知 像是可能 以為說 他一旦出去求助 就是會被 被 抓起來 對啊 或是被當成 被罰的黑工 然後 有一些不利的遭遇 對 不知道這種 是不是算在難以窮出裡面 好 那我們就 好 那我先回答 那個 第一個問題是 因為他對於 故土的評價 我會覺得 羅華佑他這個人 他其實本來就是 他的個性就是 比較沈穩的人 然後 可是他其實 他日記裡面也有提到 他提到的還蠻多的 但是有些 因為影片 其實他的 剛剛不寫的旁白稿 比現在的 我們影片變長的 如果都放進去的話 這影片可能會 會將近一個小時 對 但是我們沒有那麼多的畫面 會去 去呈現他的 這些 旁白稿的內容 所以有做一些篩選 那他其實有 譬如說 像日記裡面就有提到 他說 老闆就直接幫他篩 五字經 然後 還有他 在日記 那都是他的日記 譬如說 2007年 或2008年 就有段時間 他其實都有寫日記 然後他也有寫說 老闆就直接用熱豆腐 就丟他的臉 就是說 欸好像都在學校 等那個 因為他 譬如說 跟我在聊這些的時候 有時候他都還會哭 就在回憶到 當初的事情的時候 他就會 就開始哭了這樣子 所以他平常看起來 是非常 非常淡定的人 可是他還是會 會忍不住 就是還是會很激動這樣 所以其實 裡面都有一些 這樣子的描述 那包括說 他其實也有提到說 老闆還是會 可扣他錢 就是說 欸你這個東西做壞 這個豆腐做壞 因為他說老闆會用熱豆腐的話 就說 欸他們的東西 因為那是一家非常大的豆腐工廠 所以他們賣到學校的 有時候好像說 因為豆腐其實是很容易壞 很容易壞掉的一種食物嘛 所以在那過程 可能也許出了什麼問題 所以他其實 有時候都會被扣錢 有時候扣五千塊啊 或是扣多少錢 對 他其實也有提到這些 所以後來有一次他就講說 他就像惡魔一樣 他之前從來沒有用過這個字 可是有一次突然 他就冒出了這兩個字出來 對 所以這是他的對於老闆 當然也許老闆 我覺得人一定有時候 也不是說美心都這麼不好啦 對 可是就是有時候 他會提到我些狀況 我的理解是這個樣子 對 然後順便回應 就剛剛提到說他的中文 其實他來了久了之後 中文有一個越來越好 對 因為畢竟災了十幾年 我覺得中文最不好的呢 就是遠洋的雲工 就一群人嘛 然後全部都 所以我這次拍攝的 本來是拍遠洋的 我發現大陸級的幹部喔 他們會講一點點印尼話 對 因為那一群二三十個人 假設是小一點的啦 大概三十位的雲工 如果他找的全部都是 假設全部都是印尼級的好了 所以反而那個大副或是大車 他還會講一點點的印尼話 我也是覺得哇還蠻激壓的 因為對 畢竟這樣才可以溝通 那所以我覺得 就是看護工跟 看護工其實 對 就是剛剛提到他可能學中文 會比較快 那容愛耀是因為 他已經待了還蠻久 所以他中文有越來越好 可是我覺得他會 譬如說求助這件事 我也有問過他 譬如說去大樂 因為他有提到說他不敢 他會怕 老闆就嚇他 說你如果出去 你又變壞了 你殺死啊或什麼 外面都是堅持器啊 然後還有 他去到那個大樂 就是那家叫大樂 我問他說你怎麼知道 那家叫大樂 他說因為他 沙比高爾英文字寫大樂 所以他就知道說 他去的那一家賣場 就是叫做大樂 高雄有一家的那個 大樂 對 有一家的那個大賣場 就叫大樂 就是一個本來一個集團 經營的 對 然後他怎麼知道 原來就是那很大的一個看板 那種T-bar那種看板 上面就寫大樂 所以他影響深刻 他每年就是 就是農曆過年的時候 他才可以出去一次 所以他 他影響深刻 那包括說他平常 他匯款是司機幫他匯款 工廠司機 他其實根本沒有 他真的沒有出去過 然後可是會給他憑證 所以他知道說 欸有幫他去做匯款這件事 對 他中文是有比較好 然後他有說 我去到大愛上 我有沒有看到印尼人啊 所以他其實他也不知道 對 要怎麼去求救 二來 他也是會有點害怕 畢竟我覺得你就想像一下 如果說你的語言沒有那麼好的時候 然後你到了那個國家裡面 當然剛開始的時候 語言不通的時候 其實譬如說現在阿拉伯文好了 我一句都不會講的時候 其實你當然沒辦法去 你連求救都不知道怎麼求救嘛 然後也許後面比較好一點的 可是其實你看到的 全部都是阿拉伯人的時候 所以對他來說他會 我現在只是比喻啦 就是對他來說 他沒有看到他的同鄉啊 所以他也不知道他要怎麼求救 就是他跟我說的說法 對 所以我會覺得說 因為這麼多的因素造成說 他就一直活著 但是有時候他真的受不了 他也有說到說 他真的受不了 他也是會很生氣說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然後他說 有時候他很生氣的時候 老闆娘的太太就不會安慰他 阿你再忍耐一下啊怎樣 然後就這樣子安撫他的時候 他又好像很生氣的那種情緒 他又覺得又受到一點點安撫以後 他又沒有那麼生氣了 所以就一直在忍耐 忍耐我覺得他的個性就是 就是一個一直不斷在忍耐的人 所以才會造成這樣子的 就是十幾年啦 十四年一直都在工廠裡面的這種狀態 剛剛講到那個柬埔寨的案例 其實不是 就是那個案子還沒有到民事的法庭 他是檢察官在偵查的程序 所以其實是檢察官利用說 你如果不趕快賠償被害人 我可能就把你這個案件起訴 這樣子的說法 讓加害人覺得萬一我之後真的被欺負過 然後如果真的被判有這些 其實光起訴這件事情 一般正常人聽到有司法的制裁跟調查 其實都是怕的啦 那我想豆腐工廠的老闆 會輕易妥協 有幾個可能性 一個是 他裡面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外籍移工 因為看 對 看新聞裡面有其他人 對 對 所以他可能必須要讓大家知道說 你們如果跑了也沒那麼好的事情 我不會輕易跟你和解 那很遺憾的是 法院也沒有判他要賠償或是有罪 對 所以呢 他當然是 他如果有辦法 而且他是一個這麼大的工廠 老闆其實應該是有自立的人 請律師也沒有問題 所以他的律師很厲害 那這樣子的案件 他有個先天不良 就是證據真的不容易取得 有的時候我們不能怪法官 是因為法官就是一個公正的第三人 他不是上帝 他沒有在現場 對 所以在有些時候 有些時候當然是法官認定的問題 就是剛剛有朋友問到拘禁的部分 那等一下時候就是 會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但是在某些完全沒有證據的案件裡面 其實法官真的嚇 他要怎麼嚇得了手 他還不知道怎麼寫得出來 可是這樣子的案件 就是先天上來很難收集證據 隨便講 家庭看護空的性侵案件 請問要去哪裡找證據 除非他立刻有辦法去搜醫院搜證 那如果在一個人生 如果他已經熟了這個地方還有機會 那就像剛導演講的 你家裡報警 他連警察商什麼樣都不知道 而且大家可能要知道說 像我之前去越南 連開...我們也是為了去看一個 人口販運的被害人 他護士也很精彩 他也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他說我們非常好 在台灣待遇上段時間的時候 但是連開車 就是幫我們開車的司機 帶我們到處去的那樣的滑橋 他就說 喔這裡越南越南鄧村制服的人都收錢啊 所以對他們來說 他們也不覺得 他們也會擔心說 我去報警是什麼下場 然後警察到底長什麼樣子 保全跟警察制服看起來都很像 所以對我們來講 在地人理所當然的事情 對於一個異鄉人來講 都不理所當然 所以到底把關或是檢察官 有沒有辦法某種程度理解到說 我就算不用 我不用把他關起來 真的不用 他有的時候也沒地方可以去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好我分享一下 這是那個人口販運裡面的一個勞力剝削 都有兩種這些型態嗎 好第一種 如果證據大概是沒有問題的 他就是用強暴協貨 就是用打 用一些比較極端的方式 然後強化體勞動 這個大概就有可能會成立 比較重的勞力活血 那另外一種 就是利用他人不能不知 或難以求人的處境 就是利用移工 禮聯無化過後的這個狀態 使你做勞動力的工作 那麼這個也有可能會構成能夠 但是就是問題來了 就是說 什麼叫做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的處境 當然剛剛就是這個伙伴說沒有錯 就是語言無話 別的會是你考量的一個 法官考量的一個動點 但是法官更在意的是說 你到底有沒有求救 你到底有沒有可以出去買東西 你到底有沒有可以出去買東西 你到底就可以對外淫落的聞到 他認為只要有 那大概就沒有辦法淫容 可是呢我們可以來想想 這樣到底合不合理 我跟各位講幾個故事 我有一個當事人 我真的很配不上 他到我面前來的時候 他說他工作了三年 大家都沒有贏到我的薪水 我想說我一天沒人到薪水 大概就會跑了 沒有等到三年 他說真的嗎 然後考驗的夥伴都說真的真的 我說不是真的嗎 他也是一個家庭 他不夠在一個私營域裡面 工作的一個外國人 那很特點 我遇到的真的很特點 我遇到僱主都是高知識分子 那你知道 比如說有時候做老師啊 或是做教授啊 或是做律師啊 做醫生的 他們可能就會要求比較高一點 那你知道嗎 外國人啊 你常常聽到很多人講 他都聽到很多人 叫他做事 他也不太會 可能會有一些的知識下 跟文化上的一些長期 還是有的上長期 所以可能長期一次不會 兩次不會三次 不過後來第五次不會 大概是動手的啦 那後來當然有他傷痕的證據 但是有的看不下去 就幫他 幫他全報了啦 就在他通報的那一天晚上 他的戶主就準備一帶錢 然後辦事出去 說有多少錢 然後再上上 還有他有一張小小的也有聯繫 結果這樣上下來 這個是他三年的功夫 這個是他三年的功夫 好 打也有了嘛 錢 勞力多學 一定要勞動與報酬 行相當嘛 我沒有拿到機率 又被打 這樣應該算了吧 應該有三十年功夫 應該有成罪了吧 不起訴除了 然後在意還是 我通常在意成功率很高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 理由有哪些齁 理由就是說 你說勞動與報的什麼 最後他給啦 他事發後才給算喔 那他都沒有 他都沒有 他確實齁 因為他的吃喝 就是他們肚子都幫他買好 買好 是日用的飲食 處處都幫你去 都幫你準備好 好 那他會在他心意之上 做一些扣扣減減 說我幫你買個什麼什麼扣牙 那偶爾會在他出去 撿減頭髮 那他確實是沒有行動電話 是沒有行動電話的 好 他說仲介去訪視你嘛 仲介會去訪視嘛 那仲介是不是會真的說出 內心話 應該不會吧 我們的仲介小時候 很有趣 他是跟雇主有收服務費嘛 可是他在引進的時候 他的可能 國外的仲介公司 又收了一筆 那個引進那個 應該是仲介費啦 他是雙邊都有 台灣仲介跟印尼仲介 都是 怎樣 都是有關係的嘛 所以等於說一體 他是兩邊都收錢的 所以他會跟你講真心話 我才會 所以他一夾官做證的時候 他說我去訪視的時候 萬老看起來都很正常 所以那個夾官就說 他還是可以對外聯絡啊 他還是可以對外有空間啊 聯絡的時候 其實也沒有 也沒有有什麼異常啊 也沒有反應什麼鬼啊 所以這樣 他真正成立的是傷害症 傷害症去討論 我要說的就是在私底居 真的神是如何發生 那我再講第二個例子 這例子呢 我也是 也下彩也沒有很好 也沒有想這 好 那這個外郎呢 也是在私底居 他跟這個 我們的主角有點像 他來台是要做A工作 做 應該是 他的副主是借別的名義 因為一五八十年真的太好用了 家裡這種需要是借給別人的名額 過來就引進 鄰居家或是親戚家 有重病的老人 就用這個名義 申請一個外勞過來 但是是我在我家工作 好 這個是違法的許可外使用 只是行政法買一點錢 就好像你們在西屋裡面猜到說 郭叉叉的 好 郭台銘的妻子不是帶他家的外勞 去買公司買東西嗎 提東西嗎 這個是違法行政法而已 所以他錢而已 沒有關係的 所以他錢來我家工作 他來我家工作 因為我家 我家的事業比較龐大 他除了幫我這個 我們家樓 我們家要幫我 主辦當上席事就不用講 然後我們家樓下的家庭式的工廠 那你當然要到我們的工廠去 幫我做做做事嘛 要做一些比較基礎的 一些老公立的工作 他們家就是那個魯力 魯力要把他壓裝到這個皮子裡 他就做類似這樣的工作 那所以呢 白天就是在單體工廠工作嘛 然後晚上就 但是空寫的時候 空寫的時候 空寫的時候你就要回去幫忙啊 主辦小弟行業 其實都不用講了嘛 但是呢 你也知道齁 我的外國朋友 有的時候呢 就是語言文化不同嘛 消毒要 人抓班 空寫 有沒有 打破一個網 就空寫 а空寫寫在哪裡 寫在這樣紙上 塞在冰箱上 所以被空寫 空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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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有沒有刷加班費 牢機法都沒有收牢機法 所以8小時以上你做的時候 12小時20小時都沒有加班費嘛 可是他們可以請從禮拜天的加班費 只有一個齁 現在是17000除以500塊 就這麼禮拜簽一天 就只有禮拜簽一天的加班費嘛 好 那我就說那你錢來算算啊 你不是每個月就算要少 看會少多少嗎 你都沒有算嗎 他說我也沒有拿到錢啊 他說僱主說要把我的錢寄回 在我們家鄉無苦無依的爸爸媽媽小孩 你就同意了嗎 同意了 姐就會回去了 那你知道為什麼僱主不給他發錢給他嗎 我媽媽你知不知道為什麼不發錢給他 他去拿手機快要出去 你有錢就想要放真想出去玩啊 這樣禮拜天誰要幫我顧 如果你家裡真的有重病的老人 那我真的覺得 好賺就是 我們可以理解啦 如果我要上班 那我禮拜就想休息 那我還要顧爸爸媽媽真的很辛苦 所以我願意付這個加班費 讓外郎來幫忙 可是呢 這外郎就是賺這麼一天的相當 他還多快了 他還是要 他的薪水還是要匯回 匯回 匯回去 根本就沒有拿到 就是假罐會說 他已經交付了 因為就是會要加你同意的 你就會回家啦 就會回家 所以沒有拿到有沒有什麼相當嘛 可是呢 好 他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 都沒有拿到薪水 那當然 他的薪水 他的虛用的東西 也是他的那個 他的環境秘書幫他帶過來 那 唯一他可能可以看到就是 其他的員工 那工廠的員工 他接觸到外面大概是這樣子 那免不了 這位勞工呢 他呢 他會被發現 其實是因為他有點被打得太嚴重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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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有人 他自己 曾經做了一件事 你們有沒有想過嗎 在台北首三四區 他有這種事情 他呢 覺得這樣他這樣實在太可憐了 所以他就寫了一封求救器 我就覺得 不要怎麼講 他就把他裝在一個空瓶子裡面 瓶中心就對了 然後他就看著窗外 有一個跟他長得很像很像的人 就每天都會去倒垃圾 倒垃圾 他就把這個東西就丟給他 去求救就對了 那一個台北的一個 台北 台北 你看我們巴士 在我們周圍 居然還用這樣的方式 用這樣的一個 遭受到這種待遇 然後還用這樣的方式去求救 然後當然後來 是因為他被打 也是有人看不下去 然後就就就就就就就爆了 然後才才 才把他做出來 即便是這樣 我們的假官也沒有認定 這個叫做 必用他人不能不知多難以求助的處境 所以 人頭開運方式把起訴 好 還要再比麻煩一點 好 時間不好 再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這個大概就是我們一個實務的一個現況 就是跟我們的認知 跟我們的外國混流所遭受的這種待遇 實在是有很不相當的情況 我覺得這樣 謝謝 好 那這個 我們大家還沒有什麼 還沒有人有問題要提問的 一位 還有沒有其他人 好 我們就先 我想要請問導演 就是那個 然後尤小姐她是 一開始是如何答應這個拍攝的 然後導演跟她會如何建立合作的關係 因為紀錄片的話 可能是要花更多時間去了解 才能敞開心房或是讓她講心理好 然後第三點是 因為現在有發現其實在講義工的紀錄片 其實是越來越多 可是就是想知道導演覺得拍片的意義 跟他可以產生的效用是多少 因為會很怕 比如說今天到場的人 其實有很多都是本來就對這個議題很有身分的人 然後會覺得這些東西 會不會只能留在舒適區 可是沒辦法出去 謝謝 好多個問題 所以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 怎麼跟她建立關係 怎麼也要建立關係 我覺得 我的印尼翻譯還有就是 身邊的人其實就是 他們都有幫些忙 就基本上 先剛開始就是 聽她說故事 用這種方式 那其實要多跟她互動 像是就是先建立像朋友一樣的關係 我覺得這比較重要 對 然後因為我覺得紀錄片拍攝 其實有更多要去 不管 即便是說她是團隊的一份子 可是一樣的就是說 倫理的問題其實是很重要 就是說要讓人家感覺到說 其實沒有所謂的權力不對等的這樣的問題 所以她我 其實這是一個科技部的計畫 所以其實一剛開始我們都有所謂的IRB IRB就是倫理的 就是人級 什麼研究倫理的 對 對 就像最近那個 某個台大工衛系 出事的那個就是IRB出問題 對 所以那其實是很嚴格的 就變成說 她是隨時她如果想 她如果不想要參與這個計畫 隨時都可以中斷的 對 那所以我們一剛開始 就讓她簽了一個統一書 然後又告訴她說 我們在做是怎樣的一個工作 對 所以這是她從頭到尾她都 她都願意去參與的 那我覺得就是大家像在當朋友一樣 用這樣的那個關係去建議請你 那我覺得我的印尼的翻譯 她也幫了很大忙 因為她她自己本身她是華人 可是她其實本來她嫁過來的時候 她一去一去都懂她都不會講 所以其實透過她在跟我闡述說 就在分享說她來台灣的時候的那個過程 就可以知道 她出門的時候她是非常慌的 因為沒有一個字她看得懂 然後她們是左 她們是右架甚至左 我們是左架 所以她出去的時候她開車 她非常害怕 她心裡非常恐慌 甚至她出去她不知道怎麼回家 對 所以你就更能夠去理解說 那樣子的 就是我們沒辦法去設身處地 去想這件事 你必須要透過人家跟你說的時候 你才能夠去理解 喔 你看這麼簡單的一件事 我怎麼出去 然後 因為我們每個字 我們都看得懂 可是對她來說 沒有一個字是她認識的啊 所以那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然後她 她可以很快的分 我覺得她是一個同理心很好的 所以也是柔和她在分享事情的時候 就是那個互動的過程 其實都是很 很溫馨的 然後 有時候就是別人在講什麼 比較難過 是她就開始哭了這樣子 對 可是我意思是說 趁這個過程會感受到說 其實我們是比較能夠有更多的 就不只是 不會只是覺得說 欸我現在只是 就是來問你 我又不是 我現在又不是要 不好意思喔 又不是律師在問那個案情或什麼 不是那樣子的 就是 你知道嗎 就是好像朋友一樣 然後讓她去說她以前的故事 那我覺得那也有點像 那自我療癒的過程 對 因為可能很多時候 我相信她這輩子 其實沒有跟任何一個人說過那麼多 關於她自己的生命故事 我不相信她有跟其他人這樣說過 因為她沒有機會嘛 對 所以這是 對她來說也是一種自我療癒 然後 我會覺得說 另外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我忘記了 我覺得 我覺得二三課一起講 就是你的第三個問題 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 不應該待在同溫層 所以其實我有想出我明年的計畫 其實我有 因為我要做一件很 很 很 不怕被打的事情 就是我要去 我就是要去 因為這個案件喔 譬如說她五月的時候 剛剛判完的時候 我就去敵影 講敵影張哥嘛 我就去看一下 就是那種雇主的那種 團體 對 團體 我去看到臉書 他們就說 你看吧 一神說人家怎樣 現在都沒罪了吧 你們就是 你們這些根本就是 你看現在有誰在關注這件事 你看我們的雇主多可憐 然後以前 還被陰霜的被污名化這樣 我就想說好吧 那我應該就是帶著我影片 就是去那些地方 我就是 所以我明年的計畫 我想要帶著影片 就是去那些地方 對 然後我覺得之前 之前的話 你要買保險 之前 之前有人被打 我記得是誰 而且那影片有摸上網 直接被中間是雇主 就直接打巴掌 陳樹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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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個影片我有看過 真的不是普通的恐怖 就直接不巴掌了 陳樹香都有被打 所以那個影片我有看過 他們真的是非常的兇 可是我就覺得說 就是這樣子才能 我其實很好奇 是想要知道說 他們是站在什麼樣的角度 在看事情 那就跟 我會有這樣的想法 是因為上一支影片 我拍了一部紀錄片 是在講原住民的故事 然後跟林務局其實是有關的 然後有一次林務局的 就是請我去放影片 完了之後 你就發現說 那個完全是 你知道嗎 他們的地場 完全是跟我是相反的 對 可是這樣要過什麼 就是 比如說我就講說 欸你看喔 現在雖然捨到那邊 可是我要講就是說 你怎麼樣去 想辦法去跨過那一條線 去知道對方在想什麼 這件事 然後我的PPT裡面 有一張照片 然後就是找石的原住民 然後 因為本來那就是他們傳統領域嘛 可是他後來必須要在他的傳統領域 去幫林務局的人工作啊 幫我們這些漢人工作啊 我說他們就變成說 欸他們獵人 然後現在在幫用這樣 他就說 為什麼是幫用這兩個字呢 他就不能夠 把他們就是 我覺得像林務局的那些公務員 他們就有那種會覺得說 他們的那種本位的那種思考 是非常的 就非常的堅固在那邊的 對 所以我就覺得很有趣 有那一次的對話 我就覺得非常有趣 就是我有感覺到 他其實不是跟我同一邊的 他是站在另外一邊的 可是我就覺得欸對啊 我就是在跟你對話 那不管你同不同意 我就是把我的說法說出來 對然後他們又說啊我們是公務員 所以我們也有很多的無奈啊或什麼的 真正在場他也會原住民 就排外組的原住民 可是呢他在那麼多 就是在同材的壓力底下 他有時候他也不敢去幫他們自己 原住民說什麼話啊 你可以感受到他的壓力了 對所以我就覺得說 那我就試試看啊 所以我其實真的有這樣的計畫 就是因為我覺得 就是不能一直在同分層裡面啊 還是必須要走出去 對 所以大概回答是這樣 那我覺得最近這幾年拍移工的影片 真的是有越來越多啊 所以那也是為什麼我當初會覺得說 那我就是讓他自己說話的原因 因為我覺得 像這樣影片其實已經蠻多了 那我會覺得說 那就是讓他自己去說話的方式 去呈現影片 希望能夠比較是站在他主體的立場 而不是說我去講他的主持這樣立場 對 可以 好 對不起 我只是想回應一下 就是我在司法官學院跟新進的司書機關 或者是法官 司法官分享的時候 我之前都是拿那個 戴戒可愛陌生人來放 那大家不要小看影像的力量 當然會有一些很極端的人 或者是說他站在他自己的立場 考量所有的事情 沒有辦法去同離別人 可是我想大部分的人是比較中堅持啦 那在各種場合 尤其是關鍵的人 比如說司法官對我們來講 不是關鍵的 有機會 就是盡量跟他們訓練 我覺得效果還不錯啊 就是 至少他們回來的 這還算正面啦 我從那個學院的人聽來是這樣子 所以我還是覺得是很棒的影像 以後我們基金會耶 因為我跟宋律師都在法律 法律組織基金會工作 那我覺得跟我們自己同仁分享也非常重要 因為有時候他們沒有這種精神經濟 我們是有辦法 我們直接接觸到 這麼多深受其害的人 那其實有時候同仁沒有 剛好沒有這個機會 或是他有 也許他家裡有移工 但他有一些很負面經驗 比如說覺得能溝通啊 然後也沒有認真工作之類的 但是本來移工也就是一群人 他們就是什麼人都會有的 我們無意把他說啊 移工全部都是很可憐 全部都是受害者 那也不對 不是這樣的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幫我講一句 然後呢 我只是要說 因為我剛聽到說 我不需要講一個 我覺得很多的移工 他真的是一個制度性的問題 對 真的我們來想說 你就是花了一萬七一萬九 你只給他這樣的薪水 你可以要求到他多少 因為常常我們在訴訟當中 我們面對著一個對葬 將對葬好的 我們的僱主他就會覺得 啊啊什麼東西沒到 什麼東西都做 但是你要想想看 他真的只是你的助手 而你真的 他就是來幫助你 你不應該把所有的重擔都加到這個外國人的身上 好 今天非常感謝大家 來這邊看這部片子的私音會 我們剛開始說今天口碑場 所以回去大家一定要臉書幫忙 我們接下來在高雄跟桃園都還有場次 那還有 剛才說到的柯導說明年他的計劃 好 我們也希望滷下去 那 好 我是不是借用兩位大家的雙手 感謝一下我們柯導演跟桃園的支持 好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還要感謝三個人 我們第一個要感謝的是那個 折武的團隊 因為今天折決星期五 那折武的團隊呢 都有幫忙 還有現場的工作人員 他們來不上 我們謝謝他們好不好 好 那另外還有呢 就是呢 提供這個場地的這個 還有一個做專業的書 木澤咖啡 這個 其實這一個空間 它被 事實上是有很多NGO的工作者 在這邊支持的 出資來 營運這個 然後希望大家 有事沒事都來這邊 吃個喝個咖啡 吃個飯嘛 對不對 你們離台北車站很近 買個書對不對 加入會員 馬上可以加入會員 可以打折 你看他們要 他們 他們這次撐過這個疫情 真是不簡單 來大家給他們鼓勵一下 好 還有呢 今天我們主辦這場活動的 NGO團體 勞政跟台勞社 我們大家給他鼓勵一下 那 勞政團隊 我們這個團體 都是靠募款 沒有拿任何政府的補助 募款來支持 那歡迎大家 這個小額的 券款 一個月一百也沒關係 讓大家的這個 汽水長流 能夠支持這個 NGO繼續走下去 讓這樣子的活動 能夠繼續的舉行 讓大家今天每月都可以來看到這部片 對不對 那也這樣子 透過這樣的活動 你可以鼓勵這個導演 對不對 讓他可以繼續拍下去 OK 要不要讓他繼續拍下去 謝謝 好 那我們期待 柯導他另外還有一部在講 這個原住民遠洋漁業的 大概明年的時候 原住民遠洋漁業的紀錄片 現在他正在忙 又在撿 可能明年的時候就會出來 那這個明年齁 我們 欸明年齁 他一年大概才一部 可能不難不到 所以很難 欸 那這個 這一次的那個 台北勞動跡象獎 那個勞動影展力 裡面就有一部 那個誰在身上唱歌 就是之前這個 課導拍的 那 我們就給他一個 我這樣唱 好 那很感謝大家的綠領齁 我們今天的這一個 是因為的口碑場 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